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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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了说不定还会被她的妈妈骂呢 她却选择耐心的教她 所以我觉得她的正义感应该很强 我最讨厌的角色是小薇的妈妈 既然都看到小薇做错事情还帮她找借口 让我觉得既生气又好笑 让我很惊讶的地方是 不管小薇怎么对她们没礼貌 她们都没有生气耶 读完这本书让我告诉自己 不管有多不开心 绝不要目中无人 也要试着让身边的人不再目中无人 谢谢大家 声乐读 读好书 大家一起来说书 嗨大家好 我是邱卫成 嗨大家好 我是刘先生 嗨大家好 我是李璇 今天我们要介绍西游记 我要这本书让我印象深刻 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丰富的插足 还有丰富的内容让我非常喜欢 而且我佩服的两个人是三藏还有悟空 三藏占天占地占中什么啊 占中生 哦是占中生 悟空武功高强配着一把乳翼棒 吹了两下 妖怪都吓得要死了 三藏可以念金箍咒 让不抠透的头昏脑胀 而且这本书让我获得了许多内容 和知识和成语 我们的推荐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别生阅读 读好书 大家一起来说书 大家好 我是邱姆 大家好 我是我梅子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书是 冒牌的长饭 公主饼干 这本书是在说一位叫红子的 在开了一间省心的甘子店 这间甘子店不是所有人都来去的 而是有缘分的 这间甘子店卖了无情奇怪 在商品 每个商品都有要注意的事件 如果没有看错 就会有不好的构图 这本书的里面 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篇秘密定书 而我最欣赏的书是秘密定书的 男人 他因为吃了太多的秘密定 所以有一个不好的秘密不能说出来 不过他还是夫妻有疾病 印着头皮将事实写在一张纸上给同学看 那为什么他用Angel头皮把秘密写在手上 因为这样子他自己的秘密也会不会知道 读完这个书 到我对秘密定产生了满满的好奇心 我会想找时间去买一颗秘密定 来保守属于自己的一个秘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